要看賽會待會打個字幕出來,究竟他是第四還是第五 在決賽裡面有五位選手 現在就應該是拿到 銅牌的應該是東道主的選手,德國選手的 這個寧拿伊 拿到這個銀牌的應該是斯諾法的選手 這個哥羅沙蘇華 而冠軍的應該是黎智 還沒有宣布 芬蘭只是波蘭的,你看看才知道 波蘭的選手瑞克,十三號 這個整個比賽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一起目睹了 這個就是銅牌的得主 十六號的德國選手,寧拿伊 謝謝那位阿維利亞的最多 謝謝阿維利亞的最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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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第一名的出場是芬蘭的 我們說他現在是大隻 但是第二名出來的年紀大一點 就是波蘭的選手 現在拿到銀牌的就是斯特佛克的角流沙蘇華 而冠軍屬於波蘭的選手 瑞克 他的自選動作就是 開始的時候是躺在那裡 然後再一路起床 做的動作是很流暢的 而且他的位置也不錯 第一個出來感覺到肌肉一塊一塊 但他一出來就很明顯是 美感更加之好 肌肉的線條更加清晰 整個體型也是更加協調 看上去更加舒服 先展示暫停 現在就是升國旗奏的儀式 好 恭喜 我們現在是來自拍攝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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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留意一下穿紅衣服的 冠軍選手的肌肉線條 剛才在比賽過程當中 做動作這位冠軍的波蘭選手 是做到 這位冠軍師傅 看到鋁金光在那裡 都挖起來 原來向月雲真是第四 芬蘭肌肉大大舊那個 就是黑羅羅倫 就是第五爆尾 比較可惜 上不了領獎台 所以再一次 就證明了 健美運動 就不單是要看 這個運動員的肌肉的大小 最關鍵是看他的雲雲青 和整體感是很關鍵的 還有他的造型 不一定是大隻 或者是高大 就實在是好處 不一定的